事副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表示 美國總統大選仍未有結果 但市場傾向民主黨拜登當選 未來政策將推動基建 就業及紓困措施 隔晚美股延續升勢 不過,港股近日升勢過急 且美國大選結果仍有變數 尿大市上升動力有限 恆止於25,900至26,000點阻力不輕 回調而首25,300點 雖然螞蟻集團上市捉招 但資金回流 帶動其他中資科技股做好 不過,姚認為 相關股份升勢太急 不建議高追 不妨代回調再買 當中他中線看好騰訊控股00700 預期期第三季業績業績理想 且股值合理 若回調至600港元留下可敲位吸納 民主黨拜登選情領先 市場憧憬中美關係改善 帶動此前被特朗普政府封殺的中興通信00763 以及半導體股如中芯00981等股份反彈 姚浩然指出 投資者追貨而留意股份的基本因素及股值 例如中芯在20元留下買入席博率相對較高 要股價主要在20至26元區間上落 當股價升至27至28元則應審慎 妥可不可以 因素未來的 提升 因素而非 因素而非